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带着崽子们 所以我们打算提前一天出发 崽子们就在前面了 你看 她 你嗨吗 你嗨吗 她嗨了 妹 你嗨吗 妹的头刚好卡在里面 脑里在开车 好久没录视频了 好尴尬呀 而且我这两个星期前脸还是好的 一到腰楼视频了就开始蓝脸 我们今天本来打算糟糕出门的 结果昨天晚上我俩收拾到两点钟 今天早上我又起来收拾到十二点多 这才出门 出了门又该吃午饭了 这不才刚吃完午饭了 这已经几点了 两点半了 这才出门 先开吧 先开两个小时再说 姐姐 你可以试一试 我在录视频啊 亲爱的 这不是录到相机里面吗 妈妈给我拿了 你想拿吗 好 给你摸一下 好了吗 OK啊 给你们玩一下 好了 你们现在准备睡觉了 都全部闭牙吃饱喝足了 都上完厕所了 准备闭牙睡觉了 我也要睡觉了 OK OK 好 一会再录一会见 我们现在开了三百多公里 开了多久 哎呀 刚刚咪咪写着 我记得两个半小时 我们开了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然后现在已经是五点零五了 我们准备到休息站吃一两东西 吃完了再开两个多到三个小时 就到酒店了 太累了 同志们 太累了 同志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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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妹妹拿着 妹妹不能拿 妈妈拿着 妹妹不能拿 妈妈拿着 我们点了Burger King 刚吃完 Burger King的 chicken nuggets chicken fingers 什么 fries 太咸了 chicken fries 薯条就还行 你快来你不让我说话 这不摸 不能摸着 不能摸着 有手好 撒手好 都吃辣椅食品了 还要一边吃 有点太过分了吧 太过分了吧 太过分了吧 刚才他们俩还第一次喝了巧克力牛奶 谁刚才喝巧克力牛奶了 谁第一次喝巧克力牛奶 嗯 谁第一次喝巧克力牛奶 哥哥 我照着你了吗 我照着你了吗 嗯 我照没照上去 没有 好了 老李在收拾 我们刚把带的水果给他们吃了一些 今天都没有吃过菜 就给吃点水果 然后我们又要出发了 出发 别吃薯条了 准备要撤了 不怕你买花车 我又是睡了一路 状况外 简直是一睁眼还剩半个小时就到了 老李辛苦一路了已经 我们全车人都在睡 只有老李不能睡 一下标识牌看不懂了 就知道到老车好了 我们到酒店了 还没找到停车位 先在这停一下 把行李卸下去 已经到了 现在几点了已经 9点26了已经 兄弟们平时都已经睡着了 现在才到 但他们刚才在高速上没睡着了 所以现在演一张的 大大的 OK 我们现在搬东西吗 我把他俩撤下来 不不不不不 我得先知道 在哪停 那你进去问一下吧 进去问一下在哪停 那你直接把check in办了呗 对对对 那给你把衣服穿上去吧 你把衣服穿上去吧 你把那个 你把围巾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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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呗 你把围巾带的 妈妈是要的 先不下啊 儿子 爸爸去问一下 check in的事情 不下啊 都给我带车上去 都带车上去 都带车上去吗 小心点啊 妈妈 看 疼疼 哎哎哎哎呀 两个坏仔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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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就跟你哥 反正学不了好 妈妈 先不按 先不按 好 好 哦 还总 没关系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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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点十九了 咱们终于睡着了 没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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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睡着 不要再急了 没睡着 肚子饿 肚子饿 没给三句 还有 饭 我们在吃吧 关灯吧 关灯吧 我好点烫 不如了 好吃了我们 这怎么不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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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双特别好用 我今天戴上了我才发现说可能我们出来玩七天不够 这个量不够了 我先说这怎么好用吧 这个是我今年夏天回国的时候 我那个澳大利亚的好朋友 我们在国内见面的时候 见了两天的面 然后他给我的 我用了一次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我回来以后我还觉得说 哎呀这是不是能澳大利亚买到 我就试着在加拿大这边逛了一下 反正加拿大有官网 好像一百多块钱 包油还怎么着的 反正我就买了 现在家里有囤货 我就心不慌 就可劲用这个 这个防晒霜就是 现在是我刚刚上完的样子 就有一点亮亮的 亮亮的 但他过一会就会变成 就没有这么亮了 也不能叫哑光 但是就没有这么亮了 他现在还在吸收的这个阶段嘛 这个就是你抹到脸上了之后 一点拔干 或者是那种 太阳 就是怎么说 防晒霜的那种厚重的感觉一点都没有 就感觉水水的 而且也不闷 就是唯一我觉得不好 就是可能 他刚上完了之后 有点这种亮亮的感觉 这个不是说灯他才亮 你看我在这个 没有灯的这个地方 也是有点亮 就如果你有头发什么的 蹭到脸上了 头发就会有点油油的 但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弊端 就硬说出来的弊端 其他都非常好用 就是因为他现在就帮我养成了 每天擦防晒霜的好习惯 就是他 非常好用 宝宝你用不了 这个50度的不能用 你不能用 你看看就行了 你可以看 所以如果你们有人 不喜欢现在的防晒霜 可以去搜一下这个 这个一支 我记得是40多加币 妹妹 那个是指甲刀 放回去 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我今年也有买一些 给我的朋友 他们也试一试 好了 我们准备要去吃饭了 今天堂堂在关外播视频